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乌克兰空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连续击录俄罗斯空天军的苏惠伊战斗机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舒克中将昨天宣布 乌克兰武装部队又记录了一架苏34前线轰炸机 他说又有一架苏34被我们的士兵摧毁了 我们要一小块一小块的吃掉鹅熊 他们散不谣言说我最近心情不好 说我没有权利这么做的 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棒极了 按照奥列舒克中将在电报中透露的消息 这次乌克兰防空部队同时对两架苏惠伊发动了攻击 一架是苏34前线轰炸机,另一架是苏35战斗机 其中苏35战斗机飞行员通过成功机动 侥幸逃脱防空导弹的追杀 而苏34前线轰炸机上的两名飞行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是武汉空军在过去五天里记录的第七架苏惠伊 可为战果辉煌 被记录的七架俄云战机 一次是2月17日记录两架苏34和一架苏35 2月18日记录一架苏34,2月19日记录一架苏34和一架苏35 21日记录一架苏34轰炸机 由于苏34是双座,苏35是单座 这意味着七架飞机有12个飞行员遭遇不测 而这七架飞机每架的造价约5000万美元 则意味着俄军在五天内又损失了3.5亿美元 还有宝贵的12个飞行员 为啥俄军飞机这几天接连被击落 原因是 俄军在攻击阿富提布卡乌军阵地时 大量使用了轰炸机 投掷FAB华阳炸弹 掩护俄军步兵和装甲车部队进行猛攻 给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最后 乌军不得不选择撤离该地区 为此 乌军启动了防空系统 靠前追捕俄空天军飞机 然后才有了如此娇人的暂货 有关人士猜测乌军现在很可能 专门有一支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空军小本队 在前线地区不断的进行机动游列 当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 在原本的安全空域活动时 遭到了爱国者的猎杀 之前 你介绍过一有A50预警机 指挥机 等大量的俄军战机 被爱国者击落 爱国者的性能得到了充分验证 目前已成为全球多国追着购买的热门防空系统 乌军空军发布的消息显示 截至目前 仅德国援助的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已经取得了击落俄军18架战机的战机 这18架飞机包括3架米8直升机 1架苏兰24前线轰炸机 10架苏兰34前线轰炸机 3架苏兰5战斗机 1架A50预警机 还击上了一架12RM空中指挥机 这架指挥机被击伤很严重 破降后很可能已经无法修复 实际上等于击落了19架俄军飞机 近期有记录的消息显示 乌军只损失了一架飞机 有突变消息显示 乌兰空军的一架米17V5直升机 在萨布尔热罗伯基涅地区 被俄军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揭录 具体时间暂时未明 2月20日位于乌冬顿尼斯克地区 沃尔诺瓦卡的特鲁蒂夫斯克 俄军第39竞卫摩托化旅军事训练场 被乌军海马斯精准点名 至少有65名俄军死亡 另有大量人员受伤 当时大约100名俄军士兵正在训练场列队 等候俄军第29集团军司令奥利格 莫伊谢耶夫少将前来检阅喧化 俄军士兵集群可能被乌军无人机侦查到了 结果海马斯也紧随而来 乌军海马斯共发射了三枚M30A1卫星制导火箭弹 急速弹药均都命中目标 M30A1卫星制导火箭弹的空炸战斗部 在引爆后可以喷射出18.2万粒的不同口径的乌合金弹珠 别说小日之躯了就连轻行装甲车都难以抵达 相关视频和照片已经出现在网络上 其中一段视频中能看到训练场附近树林有被大量的破片 或钢珠密集击中的痕迹 多名俄军倒在了地上 而在另一段视频中被听到拍摄者在痛骂该死的指挥官 让大家站在旷野中 导致第四连和第六连很多人倒下 整整两个连很多人 不得不说俄人真的不长记性 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这类事件了 太不把人命当为事了 继续介绍前线战场情况 过去一天 俄军试图继续攻击阿弗迪布卡地区的拉斯托克凯 结果遭受大量损失 俄军这次敢用小型纵队进攻 接连遭遇损失 依然重复攻击 真的是不计代价 尽管已经付出代价高昂 这也是其固有特点之一 俄军在马林卡重新开始 对波洁达发动进攻 已推进到了村庄郊区 乌军增派部队进行阻击战斗继续中 俄军在向武赫莱特尔西南的舍府秦科推进时 被乌军第58旅拦截 并摧毁了一个装甲纵队 俄军损失巨大 在赫尔松前线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俄军又撒谎了 称夺取了克林基 还导致俄国防部大肆宣传闹了个笑话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两名俄军士兵在无人机监视下 前往灰色地带 录制了15秒的视频 录完以后 扔掉旗子就跑了 然后就向上面报公说 加领了克林基 目前乌军和俄军都在克林基附近有部队 这两名俄军士兵 是在俄军区域拍摄的视频 并没有到达乌军控制的区 据说 这是俄罗斯第810海军陆战旅旅长 弗拉索夫派出的两名士兵 目的是为了展示俄军第810旅 夺取克林基的战况 而这事 报上去以后 俄国防部信以为真 部长烧一股还专门 向普丁做了汇报 声称 俄罗斯禅兵 海军陆战队第810旅 特种空降第45旅 特种作战部队和航空兵 为克林基的解放 做出了贡献 少爷谷还称 这标志着乌格兰 2023年夏季反攻的正式结束 媒体也跟着大肆转载 这一摆拍视频 结果就闹了个大笑话 很快 这一好消息 被俄军自己人强烈否认 军事博主罗曼洛夫 也否认俄军夺回克林基 21日最新消息 俄军试图继续攻击克林基的 乌军阵地 被乌军击推 同时 乌军第38海军陆战旅的 阿克斯部队 引导汉马斯反手 对克林克的 俄军阵地进行打击 双方战斗还在持续 乌方21日发布的战报显示 过去一天 乌军新兼敌1130人 同时摧毁俄军坦克13辆 装甲车70辆 火炮53门 火箭炮4组 防空系统3套 无人机39架 巷洋导弹1枚 后勤军车56辆 特殊设备齐套 俄军又度过了损失惨重的一天 尤其是装甲车 居然损失了破极路的70辆 火炮损失53门 后勤军车损失57辆 再次验证了俄乌战损数据比 悬殊的事实 俄军已连续6天 单日损失超过1000人 截至21日 俄军共计损失达40万608人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做俄乌战争专栏也好 做哈以专栏也罢 只是想做个播种者 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 真实的消息 向志同道合的朋友 传播正义和平及正确的价值观 希望大家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知识 给我坚持的力量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我们下期见